欢迎收看高雄现场 我是邵君 毒品的可怕人人都知道 但怎么还是吸引年轻人跃跃欲试 而且这个吸毒的年龄是不断的在下修 因为似乎现在碰毒已经成了流行的代名词 相信很多学生多少都吸过K烟 甚至拉K吃过摇头玩的是大有人在 所以今天高雄现场我们就邀请到各界的专家 要跟我们探讨校园毒品泛滥的程度 以及教导民众正确反毒剧毒的观念 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高雄地检署检察长 周章青检察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欢迎 第二位邀请到的是高雄市卫生局局长黄志忠 局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欢迎局长 第三位邀请到的是高雄市少年队队长陈玉仁 队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晚安第四位邀请到的是高雄市议员黄柏林 议员好 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在我们正式进入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到很多议员都很关心在市政总咨询的时候 也不断的在提出说我们要杜绝这个毒品的来源 先看这段新闻片段 根据教育局统计高雄市104年列馆追踪的吸毒学生有196人到105年度数字降为121人 不过是否真的为有效达到毒品防治效果 市议员郑光峰持保留态度 因为他认为还有黑数之外 目前的防治单位还无法有效整合 让有心人士一找到缝隙就可能趁虚而入 目前毒品危害校园的情况有多严重 从不停变化的毒品外观 以及让人防不胜防的攻毒来源 造成校园沦陷为吸毒犯罪的温床 郑光峰尤其停醒防治单位落实毒品来源查契 才能有效打击毒品犯罪 希望能够在第一线里面 在学生的里面 我想教官他怎么样去第一线 能够把学生知道说 这个如果真的是吸毒的一个嫌疑好了 那希望这样能够有一个SOP化 包括怎么样去验尿 怎么样跟警察局的合作 最终怎么样去找出提供毒品 像黑他命这些的来源 为了有效防治毒品危害市民健康 高雄市政府率先全国将在明年一月 成立毒品防治局 统筹规划高雄市整体反毒策略 并且配合警察局积极查契毒品 执行防毒 剧毒 戒毒和弃毒四大工作区块 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才能避免身心受到危害 其实毒品的问题已经是老问题了 很多人在电视或者是报章杂志 也都看到这个毒品不断的推陈出新 很害怕的就是小朋友接触到 那首先就要来请教队长 您接触到的最小使用 最小年龄使用毒品是几岁呢 那这个扩散的程度 是不是已经超乎大家的想象 主任 大家好 如果说依照我们104年跟去年的 查卧的案例的话 去年刚好有一位刚好12岁的 有12岁的刚好是小学六年龄 射毒的 不过我想他应该是个案 因为以104、105元的数据来 我们查卧数据来讲的话 大部分集中在15到17岁 也就是高中子大概占了八九成部分 另外有关于校园毒品的扩散部分 如果说当然我们要观察一个 扩散的程度要有一个年份 如果以接近这四年来 比如说从102年到105年来讲 在我们每年查卧的 大概都在300到360人左右 这个是包含鱼饭 就是少年毒品跟鱼饭 大概学生的涉毒的程度 比像102年他占的大概54% 103大概到59 到104最高达到62 这个就是有一点在蔓延的状况 不过的话在去年 因为周检兰长 刚好周检兰也是刚刚在现场 周检兰跟我们局长联合推动 一个茶几毒品中小盘 就是以茶几药头为主 只有抓了药头 还要把它收压 所以造成了贩卖的人不好卖 买的人不好买 价格飙高 所以我们去年的话 茶几的数量就是降为 从360人降为304 不过最明显就是学生 他的比例从62降到45 就降了17% 表示这个行动是有效的 当然以后我们还是会持续再做 不过在这个过程 有一个我们可能也要加强的地方 可能新兴混合毒品 比如混合毒品咖啡包 可能有增加趋势 这个大概就是以后 我们可能要特别加强的地方 是 好 谢谢队长 那这个我们议员怎么看 现在入侵校园的成绩 我觉得队长提到 那个检察长的方法 我觉得有效 因为如果你只是在 在稀释者里面去处理 那攻击员源源不绝 你再怎么抓还是有限 那不如往回头去 把那个药头抓起来 我刚刚一听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真的有效 因为你把那个攻击者把它切断 那么买的人不会买 那事实上从经济学来讲 在攻击市场里面 就是说当我们别人都买不到 价格比较高 代表他来源是被限制住的 那代表这有效 所以我觉得要积极 这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有关毒品 也不能只是靠警察靠检调 应该从社会教育开始就要有 每一个家长 他本来就应该要关心他的小孩 然后要知道小孩没有异常 我们每次 因为我们名义代表出生 飙车什么 每一个家长都骂其他小孩带他孩子坏的 那不知道哪一个先带别人坏的 所以每一个家长也要有责任 不是什么都丢给政府 第一个家庭教育要有责任 我们每一个人看好自己的孩子 看好别人的孩子 尤其是有在互动这一个 第二个 医疗资源的部分也是要介入 明明这个送来医院他这个可能有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积极 我们的社会跟传统西方社会不一样 你不能什么都给他除罪的话 那个毒品把他除罪 那个把他降低毒素 所以他不能不是毒品 我觉得有时候言行还是有他的效果 就是说因为你把他管制住 让他不能够有 这个堂弟后来事实出头就走了 所以如果当时家长很快一下子就痛下决心 送去戒制送去什么 我想搞不好现在还活着也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从社会教育面 大家要有新的体验 然后去关心 然后从医疗 然后从检调各方面来配合学校 我想我们把这个系统都建立好 我们觉得一定要把这些非法取缔 我觉得这个才是保障我们 因为现在刚刚队长讲的很好 现在毒品他也不会上面就写毒品 那包装的很漂亮 搞不好像那个最新流行的咖啡包什么包一吃 后来就上瘾了 我觉得这个方面对于有心要从二的人 我们应该予以严惩打击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要做的 是刚刚议员提到的 因为我蛮常跑这个警政新闻的 就也看到说到最后真的受不了自己的孩子 就窝在家里 也不出去找工作好手好脚 又很强壮的身体 但是家长自己报警查来抓 就是抓到那是很痛心的 所以真是想请问这个我们现在局长或是这个 这一部分我来做个补充发表 其实在去年的三月份 我们高雄地检署就开始启动 我们查去像刚刚我们房医研讲的药头的工作 那我们光去年大概敲头地检署也算进来的话 整个大高雄地区从去年三月份到去年十二月底算 我们大概查了1500个药头 那其实我们持续不断的查气药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目的 是让这个毒品市场 就毒品下不到吸毒者的手中 尤其是这些青少林的朋友 所以在这个查气的过程中 我们其实发现要两个区块在查气药头特别困难 一个是校园 另外一个是特种营业场所 那我想今天把它计较在校园 其实学校的老师教官甚至于同学之间 也许都知道哪一个同学在吸食毒品 那这个同时也大概会知道稍微注意一下 要不是谁 那我在这里我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特别报告跟呼吁 检察官进到校园里面去查气犯罪 是一件非常必须要很谨慎的 因为校园是一个学生学习环境的地方 要研造一个校园 让学生没有任何恐惧的情况之下 去做这个学习的话 全世界各国的民主法序的国家都一样 检察官不得跟警察不得随意的进到校园去 除了那个情况要特殊 不得随意进到校园里面去查气犯罪 所以我们也发现说 在校园里面查气毒品技术是相对困难 查气药头是相对困难的 所以在这里我必须要这样子说 查气药头不应该只是检察官跟警察的工作 而必须要是全民一起来 这个全民当然是包括学校的老师 教官跟随生 大家互相的去收集一些相关的证据 然后我们透过跟教育局跟学校的合作 我们检察官尽量不要到校园去 处理药头的事情 尽量把情绪拿到校园外面 我们在校园外面去查气药头 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必须要在这里呼吁我们的观众 各位如果注意到新闻的话 最近北部发生两件轰动社会的矚目案件 就是一个是劳力饭店的小某事件命案 另外一个是纽约大学回来的 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 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他们一直认识 我相信他们一直认识说 三次级毒品不会成年 可是问题就是他们都是因为吃三次级毒品上命的 所以这些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你要特别注意 这些其实你用量过多 三次级毒品反而会是要你一条命的这种致命因素 所以我想这一点必须要告知我们的青少年朋友 要特别注意一下 是 谢谢我们检察长 因为这真的是大家都很害怕的 尤其是学校很多检察长刚刚提到的 治而不报的问题 因为怕影响到自己的孩子 家长怕影响孩子 学校怕影响民生 他的招生 现在每一间学校都在拼招生 是 所以我们刚刚就是检察长提到 那我请这个局长回应一下 因为刚刚讲到的 这个毒品现在已经 他的成分已经几乎都混在一块 可能二级混三级三级混四级 然后再包装成不同的形式 已经无法分辨了 那到底使用对我们正在成长的青少年 会有哪些身体上的影响 局长 好的 我想毒品其实我们会关注 第一个是他会再犯 那以我这边看到的这个表来讲的话 第一年我们列管案件 再犯的大概都超过十分之一 那如果到第二年再犯的话 可能就会将近一半 那这边是个数字 那会再犯其实也代表了说 那有些因素会使得 我们这些已经被制到他列管 或是他是一个吸毒的人 他又再次吸毒 那通常这些人 还是在一个长期的 一个比较严密的监控下 都还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可以回来这件事情 就是说 毒品其实是带给我们 从青少年开始到成人 其实对这样吸毒者来讲 他是一个我们讲说 致命的吸引力 或者就是心中住的一个魔鬼 我们叫心魔 那毒品其实有分两大类 一大类是我们讲说 anvitamin类的一个ATS 这样的一个物质 那刺激中树神经 会产生一些兴奋 会产生一些轻松 精神会好 甚至会非常的 我们说exciting 那非常的躁动 甚至于开始幻觉幻想 那另外一种是类似于 心形的一些精神 神经作用的药物 那这些物质也都一样的 会导致我们中树神经 有些压抑或是刺激都有 那这些都会产生一些 他的欣慰感或是兴奋感 那同时随伴着很多一些 幻听啊 妄想啊 都会跑出来 那当然 这个久了久失 他会形成一种 说心中住了一个魔鬼 他会想再次的 再去使用他 因为他想到回到那样情境 这个变成一个致命的吸引力 那使得说我们在长期下来看 其实他复发率很高 而且很多使用毒品的人 到最后他都 最常见的就是 导致有很明显的一些精神症状 有些幻听啊 妄想啊 那或是有一些 情绪的一些不稳定等等 甚至有一些 比较属于精神上面的一个问题 那这些事实上会导致 包括他在整个后来的学习 或是人际关系工作上 其实都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那我们经常讲说 如果一个家庭 除了一个吸毒的人 那这个家庭面对的压力 甚至于是到了 可能是会破碎的阶段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是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吸引这些青少年 愿意尝试这样可怕的东西 大概有统计那样的理由 有的可能 像我知道我的会是说 这个升学压力大了 或者是他想要精神更好 这是不是都是队长 我想大部分第一次 如果以学生来讲 大部分接触应该都是好奇 因为小孩子对任何新型的事物 他都会比较好奇 你像我们的统计资料来讲 大概八成以上大概都好奇 当然同财的压力也有 比如说的话 如果说你本身会抽烟的话 你说这支烟的话 有加料的要不要来一下 你为什么不敢呢 对不对 带肿一下 大概类似同财压力可能也会引诱 而且第三个还有一个 他自己的自认 可能说KN我应该是不会上瘾 其实误解 就刚才检察长所讲的 其实稀多了还是会上瘾的 并不是不会 所以这个可能他们误解 这三个应该是 才是最主要的理由 是 对啊 所以说要怎么真的去防治 那个校园的根 所以刚刚检察长有提到 我们的警察啦 或者是这个立检署是不能到一般 就是校园去 不能很随意的啦 所以说要怎么继续再努力推动这一块 检察长 对我想这个 我是到处苦苦婆心的 尤其是这个 我们很感谢高雄市警局 陈局长 他今天晚上不来会来 那这个 但是因为今天 跟钢山分级辖区有一个自安座谈会 是由我们高雄 钢山地区的民众参与的 他其实去现场去告诉于这些 告诉民众 我们高雄地检署跟高雄市警局 现在正在核办了查气药头的这个方案 那其实这里面 其实大概陈局长会递给我们那些自安座谈会的民众 中一个信息就是说查气毒品查气药头 要大家一起来 那在这里我其实要特别呼吁我们的学校的 刚刚我特别提到老师教官跟随生 你们随时随地的了解到一个随生 他可能开始吸毒了 那就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提高减资 说这个随生因为吸毒 不管是一级二级甚至是三级四级毒品 那开始要吸毒语了 那这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跟校外的相关的单位 比如说少年队直接来联系 透过少年队来观察这个随生在校外的生活 然后我们是不是以比较严谨谨慎的方式 去了解这个随生的状况 那一般来讲 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从这些个案里面发现了说 随生会直接在校园里面卖毒品给其他随生吸的 情况会是比较少 原则上大概就是因为 大概随生有一些相关的活动 这些活动还不是随下办的 而是他们自行去参加 譬如说在风景区 或者是一些暑假的一些自己所聚集的一些好朋友 好同学在这所参加的活动 包括尤其暑假到了 常常会有这种飙车的情形 这种飙车 假设这些随生事先就吸食了一些毒品 这些毒品不管是三级四级甚至一级二级 都可能因为其实过后在飙车的过程中 自己喪命甚至于会伤及一般的民众 所以我想这个茶器药头是最根本能够解决 校园毒品的问题的 但是这个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民众 学校的老师教官随生一般的民众 大家一起来好不好 好那一员补充 这个部分刚刚检察长讲的蛮好 有几件事就是防毒的宣导 这个宣导当然包括我们这些相关的人去宣导 我知道现在有包括上河歌仔戏团 包括子风车 他们也都在做校园防毒观念的宣导 就用一种比较戏剧的方式去介入 然后去宣扬 这也是一个方式 再来就是说保护的辅助也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面对 这个我们需要被保护 然后危害的防治 最后一个就医疗戒指 它是很多面向都要去兼顾 那事实上我个人一直觉得 像我们在练书的时候 记得都会有那种来招会检查 每一根书包拿出来 书包到底有没有危害的东西 我觉得有一些以前的做法也未必不好 我觉得这个自由多少恶行是假自由之行 就是说如果是对的是 我觉得像燕尿 我觉得如果我们抽样的去念 我也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好 因为如果你都没有 你怎么怕人家验 但是我一验 我就知道你们这里面有多少 那我觉得 刚刚郑光议员那边也提到 就很多校园业审不敢抱 因为他怕说影响效率 我说那是不对的观念 那就是黑素存在 那你本来就应该要出来 那如果蓄意的去隐匿 我觉得我们少年队抓到 就甚至给他宣导一下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 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要面对 如果那是不对的事 我们就是要去面对 要去处理 如果那我们刚刚积极去面对 那个毒瘤 就会越来越大 你有病你不敢医 你怎么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们更应该积极 我觉得检察长那一套 我觉得从上游 但是其他的社会教育学校要一起来 那大家来关心 因为这是我们的未来下一代 这一代如果不好 以后我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相信学校教官 一些健康教育课 其实也都上了很多的课程 或是其他的一些戏剧团体的演出 都在讲这一块 但是就怕说 寒暑假会是一个高峰 我们队长要补充 可能我在这边再补充一下 大概以后我们少年队 也会可能就跟检察长 还有议员来讲的 就类似一种转向 让学校的家长老师知道 我们大概就会从以强化联系的部分来讲 其实的话就是说你小孩子 因为当然他们不敢讲 第一个招生问题有 第一个怕小孩子有前科 这个我相信他们怕的地方 我们会继续跟他们讲 第一个你学生你讲出来 这个学生是保密的 这个DG那边我们都有协调过 就是保密的 不过你这个源头你要追 这个源头绝对在外面 是在校园外面 是这是黑手他侵入了 所以说你供出来我们这个是保密 我们也不会办他 我们就是把他列入辅导 把他想办法借起来 我们目标就是校外的那个 校外那个 对那个药头是要把他抓起来 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 对 所以说这样我们会 针对这一部分去给他强化 去给他沟通协调 这样学校他取得信任 他可能这一部分 他的配合度就比较高 这样尽量把那个黑素降低 家长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跟他们说 比如说小朋友在从事的一些活动 我们要更关心 因为现在刚经济上的问题 双方家长都要去工作 这样时间上的管理 也是一个问题 像尤其寒暑假 他们在参与的活动 或者是怎么观察到 小朋友好像最近怪怪的 从哪些现象可以大概知道说 他已经有稍微碰到 这个毒品的现象了 请局长还是 队长帮我们说明一下 我先来一下 好 局长 其实就我们的了解里面 其实我们知道说 烟跟酒是青少年进入到毒的一个 一个很快的捷径 所以我们统计使用毒的青少年 大概他从开始抽烟到 开始吸毒大概不到一年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提醒 包括学校老师也包括提醒家长说 如果小朋友有在吸烟 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 要不是看吸烟是小事而已 不是只有学校委婉校规而已 事实上他往后可能开启的一个 一个往吸毒方向的一个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当然包括他的生活作息 例如浇油等等这些 那本来不太喜欢吃软糖 怎么随身都吸了很多软糖 那这个就 怪怪的 那本来都不喝咖啡 不喝茶 都是只是喝寒糖饮料 怎么开始喝起咖啡来了 怎么都带着咖啡包 可是平常就不在家里喝 那这都是一个异常的现象 那这是 里面其实有时候 学生孩子都知道说大人会去注意这些 所以其实我们通常会提醒 尤其是在整个青少年辅导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特别注意的是 尤其是身上有烟味的时候 其实烟味是比较难去除掉的 反而那是一个 从反烟到剧毒 这条路其实是一个 我们也开始在开始的地方 就是那个烟的部分 其实刚刚我们议演特别提到说 学校会隐匿 这事实上真的是有这种前行 那我其实也一直主张说 学校不应该隐匿 那学校应该把实际的问题来呈现 才有办法解决问题 因为不发现问题 不把问题提出来 你怎么去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用比较便通的方式 就是说当你学校提出来的时候 刚刚我们队长特别提到 其实是在隐匿的情况下进行 也就是说 不会公布你学校的名字 甚至于说 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 对于随称的辅导 都是在这个 不对外先养的情况下进行 尤其是在这里 我要特别跟我们随称的家长 特别跟随称的老师 提出一个相关法律的规定 就是说我们那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 其实规定 那个假设你真的吸毒成癮的话 吸毒成癮的话 那一般来讲随称不敢报 家长又担心说报了以后 那个随称就会接受检察官的这个侦办 警察会被抓去 其实那个相关的那个法律是规定说 你如果主动的进到卫福部所指定的医疗机构里面去治疗的话 那不管是检察官也好 不管是这个警察都不能抓你都不能扮你 所以我想 那个各县市的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现在你可以打一通电话去问问他们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很麻烦 你也不知道怎么打戴肝丹 你就到附近的卫生所去问一下 就很清楚了 他们就告诉你说 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 在这里特别呼吁随校的老师跟随生 尤其是随生的家长 发现问题的 赶快及早解决 及早让他呈现出来 赶快去处理 这样可以杜绝他以后可能发生更大的问题 谢谢检察长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第一条 7年港都有線電視 與您一起看見高雄 7年港都有線電視 青年港督有線電視 與您一起看見高雄 一步一腳印深入在地 他不敢往被駕 記錄時事 掌握高雄脈動 周一至周六晚間六點 最關心高雄的新聞 港督新聞 看到了嗎 青年港督有線電視 與您一起看見高雄 從海洋閱讀生命的波蘭 從記憶閱讀不朽的將星 從一種堅定閱讀追求初心的感動 從悠久文化閱讀高雄在地的韻味 每周三晚間九點和您一起越高雄 看見在地人的心 千年港督有線電視與您一起用心 歡迎繼續回到高雄現場 我們高雄市為了展現我們反毒的決心 將會率全國之先在107年要成立毒品防治局 我們先看這段VCR 高雄市政府表示在面對當前新興毒品快速竄起 毒品濫用形式改變 毒品犯罪建數逐年上升 毒品使用人口快速增加 以及吸毒族群年輕化等重大問題 成立毒品防治專責機關 毒品不管是在全世界或者是在台灣 那麼用毒的這一個人口都有上升的跡象 那麼用毒的年齡層也都逐年的下降 那麼對於反毒那就相當相當的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今天在市長的指示之下 這個率全國之先成立毒品防治局 率先首創成立的毒品防治局為高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 統籌規劃反毒策略 以垂直整合毒品防治業務 橫向協調跨局處毒品防治相關業務 並且結合高雄市新成立的毒品防治事務基金會 由前端預防和後端輔導處域 並且配合警察局積極查棄毒品 警察局是在棄毒方面 在打擊毒品犯罪 那我們這個毒品防治局主要是在前端跟後端 也就是說前端的這個防毒 防毒的宣導跟預防跟教育 以及後端的這個戒毒 怎麼去讓這個戒毒者能夠藉由輔導 能夠藉由這個更生 能夠再重緩社會 透過醫療院所來做毒癮的介治 像美沙東這種一級二級的就是衛生局來做 另外有受監的人或是第三四級的毒品 如果有被查獲者必須辦理獎席的部分 我們衛生單位就會透過健康促進的 各種教育方式來辦理這些獎席 在市政會議審議通過設立毒品防治局後 市府即刻依照規定 將高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修正案 送到市議會審查 希望這個會期能夠順利通過 以積極進行相關籌備工作 並且在107年1月1號正式成立 好 那在成立毒品防治局之前 我們會先成立這個是反毒基金會的部分 先請檢察長幫我們說明 這個我們真的很高興 陳市長在這個日理萬機之一 他其實在幾次我們在公益活動碰面的時候 他都會特別提到他到各處 就是說高雄市各地去巡視 去看一些相關的業務的同時 他碰到幾次民眾向他存請 就是說相關毒品的危害 那他常常也提出一些個案 就是說他看到那個個案 從開始吸毒 然後到這個吸毒者死亡 那個整個過程 那我真的很高興說 市長看到了這個毒品問題的嚴重性 那再有一次這個 就是在4月2號還是12號 應該是12號 毒品防治基金籌備處接牌的時候 這個市長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展現了他的潔心 他自己家就告訴我說 他潔心要成立一個毒品防治基 那我其實也跟市長特別提到說 在防治基開始運作 在這個防治基金會開始 成立開始運作之前 我們地檢署跟市警局正在 正在做這一些準備工作 什麼樣的準備工作 就是我們必須要把這個吸毒的誘因 就是查去藥頭 不要讓毒品進到那個吸毒者市場裡 這一塊我們正在盡全力的去清空這個誘因 那在那一次的簡報裡面 其實我們也看到市政府把這個毒品的問題提高到國安層級的這個問題 所以看起來市長是對於這個毒品防治 在全國各縣市裡面 他其實率各縣市之先 先成立這個毒品防治基金 成立毒品防治基金 我們可以感受到市長對於毒品防治的決心 我們真的非常的謝謝他配護 謝謝檢察長 那我們請局長幫我們說明一下 這個短毒防治局的成立 那他主要負責的業務 以及相關的內容等等 其實毒品防治其實面對是一個非常劇烈的社會的變遷 那我們的剛剛包括檢察長也好 包括議員也好 包括我們隊長也好 談到了很多包括青少年的一個使用的人口增加 譬如說包括我們的一些新興毒品等等這些 甚至於我們現代人的一個生活裡面 形態的一些改變等等這些 使得我們對於整個如何去有效的去做 我們的毒品防治的工作 事實上是面對很大的挑戰 那過去四五四有一個毒品防治的一個小組 那也有不錯的成績 但是面對這樣子一個 我想真的是社會的危機 排山到海的一個這樣的壓力的時候 那剛剛檢察長提到的 我們率先就成立一個我們叫基金會 來做一個募集民間的一個力量 來支持我們反毒工作 那在政府部門的部分 那市長指示就是說 過去是任務編組 但是我們現在要提升為是一個專責單位 那專責單位其實 任務編組其實大家是以工作的協調分工 那專責單位就要去做一個主動主導的一個角色 那包括說要統整我們目前一些政策 包括統整我們跨局出比較有效率的去做整合 那也包括說公司 公司的資源的一個整合 這個都包括在裡面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其實毒品有它一些在地性的特色 那所以如果的去透過現有的一些資料分析 然後包括來自於我們檢警的砌毒的一個成果 然後對於這樣子一個社會實施的一個變遷過程裡面 去瞭解到說那在哪些我們高中市哪些地區 我們需要使用什麼樣的一個資源投入 做最有效的一個工作 我想這樣子一個分析是很重要的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資訊整合之後 那另外就是也由這樣子一個 毒品防治局的一個工作 它往上提升一個是變成毒品防治的一個匯報 然後對於整個政策的擬定跟落實度 做更清楚的一些 我想我們還是拿出成績出來 那另外一個就是 等一下剛剛提到的 我們的成立的毒品防治基金會 那這樣的一個基金會的一個成立 事實上是民間的資源 那透過公部門的一個相對應的一個專責的機構 來作為彼此共同攜手合作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那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專責機構的成立 然後能夠讓面對跟我們這個 就是一個社會面對的一個很大的 毒品帶來的危機 那有效的可以因應去處理 謝謝局長 那議員怎麼看這個毒品防治局 基本上我們當然希望 這個社會是一個無毒家園 因為這不是好事 那無毒家園絕對不會憑空而來 我們需要很多的投入 那過去事實上各局處也做得很好 那我們現在又成立一個這樣的局處 事實上那如果受到議員 應該一定也會通過了 因為畢竟這個確實是很嚴重 如果我們在學生時代 這個都沒有處理好 那他們入到社會 我想未來危害也更大 所以建立無毒家園絲 我想大家的共識 那我覺得未來有一些 應該要更積極性的作為 就是說有時候在那個執法過程裡面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為了保護他們 我們可以多做一點沒有關係 不要怕 有時候我們這個社會 就是有時候會擔心說 如果我們進入校園 事實上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迂迴的做法 但是我覺得 譬如說我說你怎麼知道誰有在吸使 事實上如果家長真的關心 孩子你會看 如果他的零用錢都沒有了 常常有事沒事再找錢 然後常常去給人家調錢 常常打工也看不到錢 那他的錢跑去哪裡 事實上你家長也應該關心 對不對 那如剛剛局長提到 常常以前也不喝咖啡 現在常常有什麼咖啡包還包得非常漂亮 那個可能就是毒品 所以我們要去關心 然後關心錢 關心他的生活 我以前 剛當助理的時候 很多家長孩子在飆車 他說我兒子怎麼 我兒子在裡面睡 結果被抓到派出所他還不知道 所以每一個就是要更用心 去關心我們自己的家 同時去關心 那我一直覺得 老師也是一樣 因為現在社會跟以前不一樣 我們在我念書那時代 我們是尊師中道 現在現在老師是 我如果不要出事 你也家長不要吹我 可能就沒事 但是我覺得 我們還是要有一套機制 去鼓勵老師 把這些黑術找出來 我覺得這樣才有辦法 不然的話就是要常 偶爾的抽樣 就是說抽驗尿什麼的 還是要有方法 那我覺得 除了局處成立以外 相關的預算要到位 如果我們只是成立局處 那只是有人事費 那一定會編 但是沒有業務費 執行的業務費 那這樣也不行 所以我覺得 反而後面這個 業務費的部分 應該怎麼 比如搭配 你到時候業料要不要錢 你到時候 什麼什麼那些活動去反讀 人員進去宣導 這個都要費用 我覺得反而這個的費用 是蠻重要的 這個要到位 他們才有辦法做事 不然就好像 我們買了很多炮管 但沒有炮彈 那也沒有用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今天有看到這節目所有的家長 老師 社會 我們真的要去關心 我們看太多那一種 一開始 如剛剛局長還有檢察長也提到了 抽菸 然後喝酒 檳榔 毒品 然後一直層層上來 因為他有藥物依賴 藥物亂用是進階的 他會一直往上堆疊 因為 沒效 他就找比較刺激 越來越刺激 就越來越貴 人就開始變樣了 你找錢去淘汰 去淘汰東西 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我們及早把它處理好 我覺得我們是支持 因為那個毒真的是越碰會 越陷越深 那我們就要請教隊長 因為深入校園 這麼長久的時間以來 現在社會風氣也比較開化了 那家長他們是怎麼 有比較積極正面的態度在面對嗎 或是校園的部分 大概如果說 比如說你剛才有小朋友學生 如果有異狀了 剛才局長還有議員 大概都有談到了 那現在最重要的是 你發現少年 如果真的有染毒的跡象的時候 怎麼辦 我想這個才是最重要 只有第一個 一定要關懷 首先不是怪他 罵他 說你怎麼碰了毒 你要先了解他吸毒的原因 這才是最重要的 了解他吸毒的原因 關懷他 第二個確認 你要帶他到醫院 先確認一下說 他到底吸到 第一個 是不是真的吸到毒了 第二個是什麼樣的毒品 當然你要問到他的來源 你到底是怎麼染上的 第三個 救醫 你要帶他來介製 我想衛生局也有 推出一個這個非壓計畫 就針對非海洛因的 因為海洛因部分的介製 有美沙桶部分的 非海洛因的部分 就每年有一年就有 兩萬五千塊 就是個介製的費用 這個部分是免費 所以就有兩萬這個額度來介製 第四個最重要 陪伴 你一定要陪小孩 因為這個是很漫長的 你要把小孩拉出他這個群體 就是吸毒這個群體把他拉出來 陪伴他 這個陪伴他 這才最重要 當然最重要就是永不放棄 這才最重要 當然如果相關 如果說有法律層面 或各方面的專業上的知識 或說你不知道的話 可以來找我們少年隊 我們願意提供這類似這樣的 包括有關於法律輔助 或是輔導介制的部分的一些 相關的知識 我們很樂意的提供跟服務 是 那這個部分 那除了其實成立這個 毒品防治局之外呢 也有人主張要把這個 新興毒品分極化 否則這個新興毒品 不斷的在推成初心 要怎麼去把它做一個 即時的列管 那我們問這個建廠長 這樣喔 到哪一類的毒品 應該怎麼樣的分級 法務部設有一個 毒品分級的審議委員會 那不是說法務部算了 說了就算 那個審議委員會是聘請 各類的專家 尤其包括像衛福部 還有各大醫院的 這些對毒有研究的醫生 那長期以來 其實有人都包括 包括中央跟地方的民意代表 一直希望把K他命 納入第二級毒品 但是因為在那個 毒品審議委員會 裡面的相關的 做了好幾次的討論 大概都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的原因 他認為說是成癮性 是不是 那還不到那個程度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 常常在隨身認為說 這個東西好像 就是第三級毒品 這個吃了好像就沒有關係 不必進入司法程序 但是我要跟我們的青少年朋友講 這個剛剛我特別提到的 所有說這個 每一次社會發生大事件 就是因為毒品而死亡的案件 都是年輕人 都是有時候 甚至於還是青少年的隨身 為什麼會是這樣 就是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不在意這個東西 到底會對你自己 產生多大的危害 甚至於在這個過程裡面 K他命也吸另外其他的相關的 第三級、第四級 都毒品都會吸 所以其實K他命 它造成對於人體危害 它遠遠超過其他的相關的毒品 那至於說是這個 怎麼樣的分級 現在大概就是說 我們包括在地方上 查去到的這些相關的毒品 如果發現可能必須要去做 一個認定的時候 那就由地方報到中央去 透過他們相關中央的單位 譬如說警政署 譬如說調查局 再報到法務部去 法務部來召集這個毒品審議委員會 來做這個分級的認定 我想這是一個 比較嚴謹的一個方式 但是這個方式 尤其是常常會讓我們民眾誤解 這沒關係 但是其實更要小心 市長要補充 所以剛剛檢察長講的一個部分 我們對於毒品就是用它成癮性跟危害性做一個分類 但是我們剛剛幾位來賓也談到說 其實新興毒品太多了 那所了解的大概至少300種以上 甚至更多 但是真的列入到我們的一二三四幾毒品 把它名字列上去的其實 遠遠低於這個數字 那就是說每個新興的毒品出現的時候 要經過它的一些研究了解 但事實上有些緩不濟急 所以我真的蠻贊成檢察長講的 就是說事實上不要以為三四幾就沒什麼要緊 其實一樣都是叫做毒品 而且更多的是說還有那個來不及分類的 就已經危害很大的都有 所以基本上還是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任何一個毒品 我想談到說 雖然說毒品要不要除罪化等等這些 那很多的一些想法 但是事實上 它的一個對於犯罪的本質的存在 是一個我們不容忽視的一個事實 那可能會有一些個人一些疾病 或是需求等等那些存在 但是基本上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這樣子的一個複雜的一個 那麼多樣多樣化的毒品 多樣化的管道的時候 其實對於法律的一個作為基礎的去 從法律出發去做對一個人的關懷 就像隊長剛剛講的永不放棄 這我們要做 但是還是一個法律基礎上的一個關懷 我想這是一個我們在做這樣的 毒品防治工作裡面 我們一直保持原則 所以我們經常想說 這是一個有 你要說他是一個有病的罪人 或是有罪的病人 事實上就看到他的一個 實際上危害程度如何在做決定 是因為像局長講的 因為不知道他的那個成分 其實是越可怕的 尤其新聞又一直在說 年輕人吃了甚至喪命的那個數字 可能也是超過我們的想像 那議員這個部分怎麼看 我覺得如果對於一些未判的 我覺得應該要重演 我覺得我們社會應該 因為這種毒品這種東西 如果剛剛局長提到 300多種你怎麼分類 你大家都分得好 不知道賣到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應該要 重演來處理這些事 這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真的藥物 這些都是進階 就是你會成癮 會一直堆疊上去 所以你說 我們在從事反毒 那包括煙害的 包括嚴懲酒家 包括藥物依賴 這些都是 這個跟都會有一點相關 那我們只是今天把它收斂在毒品 那我真的覺得 應該要重演來處理 因為有時候我們太寬鬆 自由真的 有時候太自由 對社會不一定是很好 尤其是在毒品這個區塊 所以我很支持 我們相關部門 真的很積極去把藥頭找出來 然後把人真的有吸的去輔導 然後每一個家長在關心自己的小孩 然後我們從醫療介治 從陪伴每一個角度去 我們希望這個賭 真的我們未來是一個無毒家園 那我覺得我們才不用花費心力 再照顧你 像剛剛局長 隊長提到的 一年如果兩萬五 那如果一千個人 多少錢了 那這些錢我們可以來做 更有意義的事 不應該是擺在這 那是說賭定 還有三種 不然我們應該把錢拿來做更有意義的事 以上是我的看法 是 謝謝議員 然後在一起叫我們檢察長 那就是您到各地去演講 那其實各地的反應 民眾他們怎麼看現在 他們面對毒品的態度 有沒有比較開化一些 我想這樣子的 我大概都會給我們民眾一個概念說 毒品的問題 不是一個純粹從 這是一個個人的問題 或者是已經接觸毒品的家人 或是他本身的問題 是全民的問題 因為其實毒品如果不至於 不大家一起來 不全民一起來的話 毒品防治 假設不全民一起來的話 那我想靠減減 他的力量是有限的 所以我常常有時候會跟 在治安座談會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去參加 我給民眾一個概念 抓毒大家要一起來 所有的民眾都應該要來參與 那有一次我在鋼山分級 在跟那個轄區的警察 基層演講在座談會的時候 其中在路主那邊 有一個派出所的所長 就告訴我說 他查跡到一個毒品師 因為他騎機車 走過了 噴到味道怪怪 他就開始去炒 法院就在警察床裡面 就放毒品了 就在那邊守候 那個鐵門一打開 就有毒品了 那個是 那個整個查跡的過程 讓我啟發說 這個過程 為什麼不大家一起來呢 就是讓我們的民眾也都問說 你如果覺得 對一個地方就味怪怪 對一個地方 可能就 覺得這就可能 有人在那裡賣毒 還是在那裡賣毒片 你就趕快撿起 也就是說我們的反毒先導 不是只是在告訴民眾 不要吸毒 或者吸毒造成的危害 而是要告訴我們的民眾 怎麼樣來協助檢察官 跟警察 一起來抓毒 這個才是最主要的 因為檢察官跟警察的人力有限 而且他一接觸 藥頭馬上 或者是製造毒銷 馬上就 他會有所警察 所以大家全民一起來 我覺得是最好的方法 是真的大家都要成為抓毒的達人 我們議員要補充 就是說 剛剛簡單提到我覺得蠻好 就是說我突然想到一個 我不知道這個裡面 有沒有那個吹哨者的制度 吹哨者 就是說讓人主動來檢舉 甚至有時候跟獎金做結合 這樣很多人就會介入 那當然這個臨界點在哪裡 相關單位去那個 因為我就舉一個例子 我前幾天開一個公廳 他說那個有關外勞被拘禁十幾年 他說每次去查都查不到 為什麼那門都關起來啊 守候了一個月 門打開才找到人 我們警察哪有那麼多閒工夫 在那邊勾一個位 對不對 這個沒辦法 為什麼因為他工廠那麼大人 躲在那裡怎麼會找得到 就花了一個月才找到 古山分局去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 有時候這個跟制度也要一點結合 因為有時候你說靠人 我們就剛剛檢察長提到 我們的同仁還是有限 但是這個 在這個建議勇為的也好 眾賞之下必有擁護的也好 這怎麼去把這些人能夠納入 我覺得這個制度也可以想一下 就那個想法 大家再想一些好方法出來 來防治這個毒品 那我們時間的關係 請隊長幫我們做個結論 大概剛才檢察長跟議員還有局長 他們都有講了 大概要鏟除毒品 絕對是要全民一起來 而鏟除毒品的話 就有一個黃金三角 就是偵查 預防跟輔導 偵查部分大概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要斷結 它的毒品的關係鏈 這一點我想從去年的啟動 大概成效都是良好 第二個大概就是 預防部分我們要減少 新進來的就是毒品新生人口 這個成效也在去年 有從1600多降到700多 已經減半了 這個成效也很好 最重要的就好比一池水一樣 你輔導介制就是一個三角 查起斷的關係鏈 阻擋新的人口再進來 問題是你要現有的吸毒人口 你要把他輔導介制 讓他回歸社會 這樣才會這個池水 這個毒品的池水 才會越來越少 要不然你再怎麼抓 還是每年多多少少 會有新的人進來 你不輔導出去 這個水還是會慢慢溢出來 甚至以後可能就潰堤 所以說這個輔導這一塊 所以說毒防局的成立 以及反毒基金會 也是整個聚焦在這一塊 看能不能從這邊 這樣當輔導介制出去的人 大於新進的毒品人口了 那表示這個就是成功了 是 那我們請局長幫我們做結論 我想剛剛也提到了 從反毒的黃金三角來看 的確目前我們極力要去努力的 就是我們的輔導的部分 就好像我們面對很多 新興毒品的一個氾濫的情況 我們也要新興的輔導策略出來 要因應這樣子我們叫FIT IN 就契合他的每個不一樣 譬如說他的一個整個戒指的方式 或是說他的一個整個 包括家庭的重塑 或是他的就業輔導 甚至於對他的身心理 整個整合的部分 每個不一樣的狀況下 其實他的需求是不一樣的 那國外有一個叫做RENT 就是危害狀況 還有他的一個需求狀況的 一個導向的一個處置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針對 各式各樣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思考 譬如說像我們的中途之家 戒獨中途之家 就不再只是一個戒獨村而已 可能是我們要開個週末的活動營 或是說夏令營 或是董令營之類的 就是說以各種不同的形式 然後做一個人的重新的一個 再次的一個面對 去除掉新謀的工作 是 謝謝局長 那我們請檢察長幫我們做結論 我在這裡還是要拜託我們的民眾 毒品它所造成的危害 尤其是在住安 甚至在個人家庭 可能都是會讓人無法想像 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所以在這裡高雄地檢署 跟高雄市警察局 我們現在目前在斷藥頭的這個工作上 我們領先其他各縣室檢警單位 以高雄地檢署來講 我們每一次的查獲量都超過 也連超過其他的縣室要很多很多 我們的目的是在清除 這個介癮治療的障礙就是誘因 那我們也需要民眾一起來協助我們一起查 因為販賣毒品都在暗處 民眾可能會比較接近那個要頭 你協助我們來說 你來擠報 我們檢察官跟檢察來辦 拜託一下 謝謝 好 謝謝檢察長 也謝謝以上幾位來賓 那我們真的邀請全民一起來反讀 謝謝 的